嗨 欢迎来到医女爱保养 我是现代医女杜成云 让我们一起爱保养变健康 在2016年里约奥运的时候 原本已经宣布退休的 美国31岁游泳名将Michael Phelps 带着一身抢眼的拔火冠印 再度复出 赢得五金一赢 其实早在04年雅典奥运的时候 Michael Phelps就已经掀起了 体育界的一阵拔罐潮 他对记者表示 拔罐确实对我有效 我觉得他很有帮助 而在21年东京奥运的时候 澳大利亚游泳名将Kyle Schomer 背上也出现了抢眼的圆形斑点 而在最近这一届 2024巴黎奥运的时候 受到瞩目的中国游泳队 也在训练的时候 队员们身上纷纷出现了 不同的拔罐印 于是网友们就笑到 神秘的东方力量又出现了 其实拔火罐已经在奥运上面亮相无数次了 而根据运动员们的亲身经验 他们觉得拔火罐有助于缓解肌肉酸痛 而促进比赛表现 那么究竟拔火罐拔的是什么呢 拔罐是传统的中医疗法之一 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医书52病邦 就已经记载过了 称为脚法 拔罐疗法又称火罐器吸筒疗法 是用玻璃罐 竹筒或者现金的空气罐 用加热的方式造成负压 吸附于皮肤表面 而造成气血快速流动的一种外置疗法 拔火罐的试用范围很多 包括避震 像是腰背 肩膀酸痛 关节痛 还有肌肉劳损等等 像是运动员们平日高强度的训练 很容易造成肌肉酸痛或关节不适 因此这个传统的中医疗法 就可以温和有效的 帮助运动员们快速恢复 那为什么游泳运动员特别爱拔火罐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皇帝内经了 皇帝内经里面提到 风寒湿三气杂质 合而为避也 也就是说呢 长期的水中训练很容易造成湿寒避阻 造成肌肉关节的酸痛 这时候把火罐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可以减缓经络气血流通不顺畅引起的疼痛 而对于其他的运动员也很有帮助 像是可以行气火血 输筋通落 消肿止痛 去风除湿等 温和的刺激呢可以帮助运动员们快速的恢复正常 当然不止运动员爱拔火罐 拔火罐还有以下好处 第一个中暑感冒胃痛消化不良等内科疾病有帮助 第二个颈椎病落疹腰痛肩周炎 风湿痛等骨科疾病 第三个呢就是痛筋乳腺炎等副科疾病 而第四个呢就是头痛TMJ 涅饿关节紊乱等五关科疾病 很多人喜欢拔火罐 不管什么病都想拔个火罐 但是其实要注意哦 拔火罐有五大误区 第一个 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拔火罐 其实拔火罐很容易好气 所以有些人在拔罐之后呢会觉得特别虚弱 所以呢 体质虚的人 心脏病患者 孕妇还有妇女 月经来时特别容易疲累的人呢 不适合在此时拔火罐 还有哦 因为拔火罐会造成局部刺激的疼痛感 因此年老又有心脏病的人呢 特别要谨慎 第二个拔完火罐不可以马上洗澡 由于拔罐后呢会有局部淤血的效果呢 再加上因为加热和负压的关系 毛孔已经全部张开了 此时洗澡呢很容易让湿寒入侵 因此建议哦 拔火罐结束之后 两小时后才能洗澡 而且呢温度不可以过低 第三个不是全身都能拔罐 有些人以为呢痛哪里就拔哪里 其实这是不行的 像是脖子的两侧 还有胸腹的地方 还有四肢内侧 皮肤比较薄 还有动脉处呢 都不适合拔罐 另外呢过敏水肿 有感染还有肿瘤的地方 当然也不可以拔罐了哦 第四个流罐的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很多人以为呢一定要拔出沙斑或者是拔出水泡才有拔罐的效果 其实不是的 流罐时间过长呢容易引起红肿或水泡呢 反而会提升皮肤感染的风险 第五个拔出的罐印不是越黑越好 一般来说呢拔罐的时候呢会发红发紫 局部会有些红疹然后会有轻微的发痒或痛呢是正常现象 一般来说呢拔罐印应该在七天就要完全消散 但是有些人或者有些身体部位呢拔罐的时间不用很长 但是却很容易出黑色紫色的深色沙斑 这是反映了局部病情的严重程度 并不是呢越黑或越紫就是越好的拔罐 英语提醒您哦拔罐要根据他的病情轻重 虚实程度跟体质年纪来决定你的力道跟流罐的时间 一般人呢是比较难掌握的 而医院常用的拔火罐呢 如果操作不当或者是不熟练呢 很容易引起意外 因此呢如果你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或指导呢 请勿在家自行拔火罐 若自行拔罐呢 建议也要选择相对安全的空气罐比较合适 美国许氏生液集团50周岁了 半世纪以来提供我们最地道的花旗参 以及各种养生好物 欢迎上官网选购优质食材 也要记得订阅按赞 英语爱保养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